这个篮板直接内线对位的情况下 哈斯的优势会逐渐显现出来 陶安林在内线有点吃亏 延续的四次进攻全部打成 没错 而且后场的两点 今天在开局当中和孙童林之间的配合 再转移 再冲篮下 果断 又打平 这就是今天比赛 风距离 有了 这还是有一些机会呢 山东对哈斯的防守还是 哦 廖三宁啊 两人对位当中呢 这一次防守廖三宁又稍微占据了上风 底线球差一点五秒 要一个一撤的二打二 进攻篮下 效果还行 这也是暴露了陶安林的问题 就是在遇到这种高位掩护的时候 他 再转移 干脆自己来了 果然啊 憋着一口气啊 就先要单吃 来吸引更多的防守 再转移 张帆在外界 在收藏回来之后 双方的差距变成了五分 这个球如果基地 哦 差点被抢坐 高沙燕也出现了这样 哦 运气好一点点了 球感更好啊 差三分 差一点二加一啊 姚三宁也十分了 这个球应该得分的机会 对 北宏的机会 其实这个球 三宁第一时间 应该把球上到张帆那儿 可能就是空位 对 这个机会 是 但是他多跃了两次球 嗯